這部是OLYMPUS CHEAP S CHEAP S 用AA電的 開機 一個33mm的鏡頭 鏡頭也算不錯 還有閃燈 一推閃燈就真的閃燈 這些相機其實就 很簡單 試一下相片 日期盃就不進電了 先把電池放進去 相機又不會想些什麼 這裡還有一個Panorama 有一個P字,就是Panorama 其實這些相機是很流行的 它是設計戶外 日光營,真的日光營 你不要想拿去室內拍些什麼 一定要日光營 拍一下風景 雖然Olimus的鏡頭 看得到很漂亮 其實它設計的做法 是跟富士的一次性膠卷相機接近 它不會給太多的複雜擦缸 很大的鏡頭放進去 或者一些很複雜的變焦 基本上是一個簡單的 一個定焦 對焦 還有這個應該 我估計是一個Focus V的相機 我估計是沒有自動對焦 之後要看上網的Menu再補充 看起來的設計是一個Focus V 即是說好像富士那些 一次性 去到一個陽光下 看到喜歡拍照 看到喜歡拍照 這裡有一個FILM速度 還有還有一個 如果需要Flash補光 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拍照 閃燈 還有一個全景Mode Panorama 也不能想得太複雜 它有些什麼 防紅眼 這個很特別的那些 你當作一個很平常的閃燈 那Olimus的鏡頭 可以的 好 試完 Mm 不 好 所以 好 對